那目前就是搭乘了408次的火車 要預計前往花蓮 太魯閣火車意外發生時 家住在花蓮在台北工作的 陳美慧護理長 當時就在第一階車廂內 真的坦白講我在現場 我一直都坐在椅子上 我就覺得只有一個頓挫的搖晃 但是我沒有感受到很大力 是我隔壁的男生被撞起來 被撞得站起來以後 去撞到那個車門 因為有護理人員背景 事發當時在現場安撫其他乘客 也將第一手資訊傳出 讓更多的人了解狀況 擁有豐富臨終陪伴經驗 第二天 他又陪伴著亡者家屬進行招魂 我那時候就跟他妹妹講說 妹妹你不要再玩了 即使在這邊你喜歡 你還是回家吧 我那時候上來 那我心裡也很難過 那天我沒有更好的話 去安慰這對家人 我只能用上人在講的佛學跟靈學 旁邊陪陪 靜靜地陪著他 我也只能靜靜地流著眼淚陪著他 沒有辦法多說什麼話 對 真的是很特別的經驗 很寶貴的經驗 也真的很感恩他們 是乘客 慈激志工也是護理人員的陳美慧 這次重大意外中 對於人生有了更深的體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上來我們講說我們是有使命的 我更應該要往前走才知道我有出口 我覺得我生命的另一個出口就如同那個山洞的另外一道光 當天各地特艘人員也齊聚救災 新北市特艘大隊中一位成員同時也是急診室醫師 下午兩點多跟著大隊到現場協助 當時生還者幾乎都已經離開現場 但他仍陪著隊員一同進入隧道 很小的機率有時候可能還遇到說 還有一點生命真相我們可能在現場做 那但是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我的隊員 進去看到什麼東西 或者是他們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工作 將近20年的急診醫師工作 看過許多意外也協助多次重大災難 但這次泰魯哥火車事件 可以說是歷年來狀況最嚴重的一次 隧道還有跟那個電線纏在一起的屍塊這樣子 在進去那個車廂的時候看到現場有那個 感覺就是一家人要出去玩 像那個那種帽子啊或是相機啊 還有什麼行李箱這樣 我就覺得本來是一件可能是要去旅遊的 很好的事情就遇上這個事情 醫護身處災難現場參與救災復慰 看著殘破的狀況一幕幕哀傷的景象 克服心中的悲痛與不捨付出自己的力量 協助所有受難者與家屬 大家希望黃線郭家旭台北新電報導 重播放在內部的眼前 距離道 我們有很多資訊 我們有很多資訊